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期的美股收盘 我是一超 今天是纽约时间2014年8月29日星期五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美股情况 周一美股高开高走标普500指数盘中 首次突破2000点大关 周二周三基本延续涨势 但与周四俄乌关系的再度紧张 投资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加剧时的美股急转之下 近日周五美股涨跌户线 整体呈现小幅上涨趋势 那么截止到收盘为止 我们来看一下三大股指的具体点位状况 道琼斯工业指数 今日收在170098.32点 单日涨幅为18.75点 标普500指数 今日收在2003.33点 单日涨幅为6.59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今日收在4580.27点 单日涨幅为22.58点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政府周五报告称受美国人减少购买新车与其他零售商品影响 美国7月份的消费者开支 6个月以来首次下降 此次下降表明美国经济将难以保持第二季度GDP增长4.2%的势头 同时消费者储蓄增多 储蓄率从5.4%攀升至5.7% 创2012年年底以来新高 8月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从7月份的52.6%攀升至64.3% 生产新订单以及其他数据均有所攀升 路透社与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 从7月份的81.8%攀升至82.5% 接受Market Watch调查的经济学家 平均预计该指数将为80.1% 纽约商业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亿美元 报美昂斯1289美元 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8美分 报美桶95.33美元 那么在今天的板块方面 走向的板块包括了医疗 金融 科技和公共事业板块 而走弱的板块则包括了 消费者非必需品 必需品几级工业板块 各股方面 美国折扣零售商Big Gloss 该公司宣布第二财机 经过调整之后的每股收益为31美分 市场预期为30美分 营收12亿美元符合市场预期 特斯拉汽车公司宣布与中国联通达成协议之后 周五开盘一度攀升至270.60美元 创历史新高 截至收盘特斯拉股价上扬2.23% 中概股第九城市与360合资公司签下 大型多人在线设计游戏Fly4的中国发行及运营权 该消息刺激第九城市周五股价飙升 临涨中概股 截至收盘大涨约28% 中概股猎豹移动 将持续加大在一栋端的投资力度 RFM交易代码CTC虽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房地产 不景气的影响 但公司着重发展的房地产金融服务 正在为公司赢得未来 此前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副所长巴鼠松表态看好二手市场 而主攻二手市场的CTC将受到此言论的提振 此外CTC的房地产线下服务质量获得了肯定 包揽了权威评级机构JDPOWER评比的 2014年房屋买卖消费者满意度四项全能第一 是CTC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 CTC目前处于上升楔形通道中 在触及1.2水平放量拉升 出现明显的止跌回升迹象 加上跳空高开并拉出大阳线 来看CTC回调已到位 短期将上扬去挑战趋势线阻力2.0水平 近日CTC股价上涨了约6.5% 在国内和国际钢铁股强势走高之际 通用钢铁交易代码GSI成功突破了 200天均线和趋势线阻力的双重压力 打破了横盘整理区间 成交量激增13个月平均成交量的10倍 股市巴菲特更是重商持有了一支钢铁股PKX 总共价值134亿美元 显示巴菲特也对钢铁股的看好 而GSI股价十分可能在国际经济转好 中国宽松政策力度加大 落后产能淘汰中国房地产放松 够线的利好下出现补涨行情 GSI昨日放量大涨成功站上了200日年线 并强势突破下降三角形整理区间 短期突破走势将延续 下一目标为看向2.0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股收盘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